看看我手上这个是什么 华为的Watch GT2 这是一款搭载了LiteOS操作系统的智能手表 我们又是第一时间拿到刚刚推出的产品 今天我们就来简单体验一下华为Watch GT2吧 我们收到了两款华为Watch GT2 分别是42mm表盘的女款和46mm表盘的男款 46mm版本外面多了一圈表圈 上面画了刻度显得更加庄重一些 配合上一个带纸针的表盘看着更像传统手表一点 42mm的版本则是直接呈现表盘 没有多余的修饰 这个设计风格就很简洁 看着也更像一块智能手表一点 我个人更喜欢42mm的版本 简约风 比较符合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审美 除了外观之外 佩戴上我也更倾向于42mm的版本 因为它比较轻薄 戴在手上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除了轻薄之外 还有一个我更加在意的点就是续航 那么这个手表的续航时间可就真的很长了 46mm的版本标称可以续航两周 而42mm的版本标称是续航一周 我实际使用了一整天下来 打开心率检测的情况下 46mm的版本掉电是只有8% 42mm的版本掉电是15% 你可能用着用着都忘了需要充电了 这个是华为Watch GT2相比其他一天一充的智能手表来说 最最不同的一点 这样的续航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主要就靠了两点 一个是这次更新的麒麟A1芯片 另一个就是LiteOS的系统内核 麒麟A1是一颗专注于低功耗的可穿戴设备专用的芯片 自己支持蓝牙5.1也支持BLE5.1 也就是低功耗蓝牙5.1的标准 这个芯片本身的面积是非常小的 只有4.3×4.4mm这样一个大小 差不多一粒豆子大小吧 里面就集成了蓝牙单元、音频单元、低功耗处理器 还有单独的电源管理单元 以及传感器控制和内存 对于华为Watch GT2来说 这颗70A1芯片里最有用的应该就是低功耗加独立的电源管理芯片了吧 在智能手表待机的时候 70A1芯片就可以以非常微弱的电量消耗来维持日常使用 除此之外 这一块智能手表运行的操作系统也是基于物联网设备专用的LightOS内核 而不是Android Wear OS LightOS的开发目标就是轻量化低功耗 比如说至少目前你还不能在上面安装第三方的APP 我给你们看看这个上面的应用 所见即所得 但它提供的功能也都是智能手表最核心的功能 这边有好多运动健康类的功能 还有公交卡 支付宝 消息推送 播放音乐 包括查找手机 这个功能虽然挺普通的 但是像我这种没脑子的人会经常用到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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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使用LightOS的系统 华为的Watch GT2也许不能随便刷机玩机 但是可以甩掉一个很大的包袱 减轻处理器的负担 达到更好的续航时间 智能手表的体型也可以做得更小巧一点 这个轻量化的思路在智能手表里还是有一点特例不行 不过说到运动健康 我觉得这个手表帮我完成了一个创举 有史以来第一次 我居然因为要测一个手表 而不得不开始锻炼身体了 但是结果倒还不错 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跑步 我从62公斤多 剪到61公斤出头 剪的其实不是很多 但是也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对吧 我就怕体验完这个表 如果没有人敦促我继续运动的话 可能就要反弹回去了 这次的华为Watch GT2 在运动这件事情上还是蛮重视的 重视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甚至在包装里找到了一本跑步手册 教你怎么跑步啊? 你见过哪个手表的包装里面会放这种东西的? 看到这个我真的是被惊到了 华为Watch GT2在运动方面 是提供了大概15种主流的锻炼模式 不管是跑步也好 还是游泳登山 骑行也好 每种模式都对应了不同的运动量的计算方法 除此之外 像跑步的话 你还可以选择一系列的课程 通过GPS帮你计算轨迹和数据 量化你的锻炼效果 跑步觉得无聊了 你还可以听听音乐 它留给本地音乐的空间大概有两个G左右 应该够存200-500首歌 可以不依赖手机 简单存一些歌在运动的时候听 它的音乐控制面板 可以分别控制手表和手机的音乐 值得一提的是 42mm的版本并不带扬声器 需要另外连接来耳机 但46mm的版本是可以直接外放的 至于效果的话 你们听听就知道了 你甚至可以直接在手表上接电话 不用再掏手机了 所以你看这一大一小 两款华为Watch GT2 定位还是蛮不一样的 42mm的女款更加在意轻薄和轻量化一点 而46mm的男款则是在提升续航的同时 尽量的不缩减功能 除了运动之外 华为Watch GT2也支持常见的健康监测 比如心率监测 血氧保护度监测 还有睡眠监测 还有最骚的是这个压力监测 这个功能会问我一些心理问题 比如说工作如不如意啊 感觉有没有未来啊什么的 好玄学啊 然后再根据平时的健康指数 分析你有没有工作压力 我是没想到压力这种东西 居然还能够检测得出来 有点意思啊 总结一下 续航非常长 有15种运动模式 支持蓝牙通话 表带的选择如图所示 这样一块的智能表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续航 毕竟能做到两周续航的手表确实是屈指可数 这个其实也给其他智能手表的厂商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设计思路 就是走轻量化的路线 通过精简功能 通过使用低功耗处理器 以及专用于轻量化设备的操作系统 这样的智能手表可以更好的辅助手机 而不是代替手机 这个研究的方向还是比较合理的 好了 以上就是华为Watch GT2体验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